这是6月8号周六A股不开盘 就在昨天A股又出现了奇葩的事 不应该说叫奇葩 是应该是叫黑天耳事件 证券板块突然急速跳水 撒下去了 天风证券跌停了 那么证券板块为什么会这么弱 证券板块感觉这阵很不平静 出了很多的事 可以说出了大事 为什么呢 大家看一下证券指数 证券指数在昨天最低的时候是1115 好 那前面2014年的1月份的时候 2月份 2月份的时候 他当时最低的是什么 1078 感觉证券的指数已经跌到26 这个前期的低点来了 那么我们看一下 在这个位置 我们大盘的指数是多少 当时上证的指数 大概在2635的最低点 2630多点 对不对 感觉就是2月6号这个低点来了 证券回到2月6号的低点了 那为什么指数跌的那么惨 这个大盘指数却没有 大家看我们大盘指数现在还在多少 还在3051 那么2600 也就是说大盘相差了400点 可是证券已经回到原点了 这明显的是存在问题的 对不对 那这个证券为什么会跌这么多 究竟原因到底是什么 还有就是证券这个时候 我们到底能不能潜伏 大家觉得呢 在讲之前评论区一波88支持一下 觉得我讲的有理的点赞加转发 其实我一直强调大家正确没啥说的 只有一个字 躺 到了前期低点附近躺 我是不是在说的 我跟大家说很清楚 前期低点附近去躺 那很多人不理解呀 很多人为什么说这个位置可以躺 但是我告诉大家 绝大多数的股民做错了 证券它有个特点 永远急拉 永远急跌 所以很多急拉就去追急跌 是吧 急跌就去割 你的节奏明显的做错了 做反了 这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的 中长期来看 证券它已经跌到了 这几年的一个底部曲线 其实这里本身就存在着 抽跌反弹的机会 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要注意 还是要留意要重视 好 那回到这个市场 证券为什么会跌 还有就是昨天的这个天风证券 散崩到底是什么原因 有好几个朋友问我 我满藏的天风证券 怎么办 要不要割 为什么这个天风证券会这么差 那我就想问一下大家 证券板块50支票 为什么你要训买天风证券 天风证券在整个券商里面 应该是所得最差的票之一的 那你为什么要买个最差的 对吧 我也想不通 但是市场的反应来看 昨天的天风证券下跌的话 对整个证券板块的人气是比较 比较大的影响的 打击正正板块人气 其实从某些意义上说 我觉得又是资金的一个做空的手段 想要做空证券 那么就什么打击这个证券人气 那么打击正正人气 你去大黄鼓励打下来吗 打不下来 你像中心证券明显的他也有利空 但是就是打不下来 所以小票更容易是吧 更容易制造恐慌 那么直接的给你杀了跌停 不就出来了吗 对不对 那这个恐慌盘出来 那么对整个市场影响是不是比较大 所以天风证券在昨天的下跌 对整个盘面影响是不是也大的 好天风证券一跌的话 那你想想 市场大盘不就压下来了吗 大盘不就下来了吗 不就控制了吗 那我们来看 天风证券为什么跌 他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个就是有爆出这家公司 他的债务出现问题 外债出现问题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相关的一些数据 另外一个就是天风证券 在今年的第一个季度亏损了三个亿 他是所谓什么 所谓亏损股 有亏损股 他还有几百亿的外债 那你想想这个股价能好吗 所以很多人担心他会不会退市 很多人担心他会不会被a17 从目前来看 单个季度的a17 单个季度亏损被a17的可能性不高 但是问题是他有没有其他的一些东西 如果他有些其他的一些利空的话 那不爬出说在严查了下 严格的审核制度下 他可能会出现问题对不对 这是天风证券的情况 我在前面我记得在好几个月前讲过天风证券 当时跟他说了这个情况 所以你看天风证券的走势 他明显的就是走出一个空头的下行的走势 对这种类型的票 对短线尤其是人气影响是比较大的 第二个就是这段时间你会发现a股出现连续的下跌 然后退市股包括这st股批量跌停 对不对 我们的高层最近一直在研究退市赔偿制度 一直在研究这个东西 退市赔偿制度的话 你想想这个上市公司 如果说上市造假的话 或者说大股东套现走完的话 在背后的话 谁要承担责任呢 那么也在上市公司造假 然后大股东套现怎么了 留个股民的是什么是一个空壳的 那就算把上市公司告到破产 他也没钱了是不是 那么这钱谁来赔 现在如果说赔偿制度出来的话 是不是股民的损失 券商要承担一部分 因为在上市过程中 证券他是一个上市辅导商 他是一个主的承担商 所以他占的很大的一部分利润和责任 那么他是不是有赔偿责任呢 如果说上市公司损失要正确 来赔偿一部分责任 对他影响是不是很大 我觉得是会很大 甚至会比较大 赔偿不是不是一两百万 一两千万 一赔的话 那就是多少个亿 多少个亿都对 那对正确的业绩会有大的影响 我觉得这也是资金的一个恐慌的情绪 因为你保健券商的话 在这方面确实是要承担的压力的 好 另外一个就是这段时间 村里在查各种各样违规 而且查的越来越严格 那么券商明显的违规的也很多 不说别的 就说我们券商板块里面的两个老大 一个是中信证券 还有一个是中金公司 明显的他们也是出了问题 中金公司的话也被核查 也被什么 也被一些问题纠结 对不对 那么中金公司记得吧 还我记得是在这一天的时候 他也是出问题的 一个大阴霸杀下来 结果你看市场往下压 他的走势也是越走越低 走出了一个什么 一个空头的下行趋势 被给节奏给破坏了 还有就是大哥中信 中信证券的问题更多 对吧 中信证券涉及到很多的问题 大家最为关心的 就是中信证券做空 说是大家看一下中信证券 在估值期货市场的空滩 特别多 然后他应该说是第一大空滩 在手里的 我觉得中信证券 他位置其实也是表弟的 是不是 那么他们各种各样违规 因为一旦查起来的话 对他的影响也是比较大的 股价涨不上去 我觉得跟这个也有很大的关系 但是还有很多人说 中信证券问题也有点多 中信证券会不会突然被ST 我觉得被ST的概率不是很大 但是你说没问题的吧 他确实也有些问题 是吧 所以这也是大家担心的 没有信心不敢买的一个原因 好 除了这些之外 还有几个原因 但我觉得有一个比较重要的 就是IPO IPO放缓了 明显的新主席上来以后 IPO的数量比以前要少很多了 大家都知道 以前券商的话 在IPO过程中是赚大钱的 上市辅导费 一动不动就几千万一个亿两个亿 对不对 这个是大入 但是随着IPO减缓 很多券商就没收入了 收入大幅度减少了 对他的业绩会形成压制 对他的股价也会形成压制 这也就是证券 个股部长的一个原因之一 当然除了这些之外 还有证券最近 不说最近 是这两年来 我觉得内卷也很厉害 什么叫内卷 就是降价嘛 对不对 降价 降的是什么价呢 降的是他的用金 降的是他的这个什么 融资融券的 这个利率 有融资融券的股民应该都知道吧 我记得在应该是在好几年前 大概率 当时的融资融券的利率在8个点 也就是说 你从证券公司去借钱炒股的话 要说8个点的利息 大家去看一下银行是多的点 是吧 所以他当时是比较高的 但是现在有传出说 证券公司的融资融券的利率 到了4以下 8到4什么概念 以前是8 现在是4 降了一半 有人会说 银行利率降了 银行利率现在只在1点几 2点几 是不是 以前的话 银行利率也就是3左右 对不对 那你想想谁的差价更大 以前证券随随便便 从银行借钱 从银行借钱 这个钱再借给客户 他中间至少要有2个点 2个点以上的这个差价 至少2个点 有些甚至可以达到4个点的 以上的差价 那现在的话 总共就多少 总共是 总共就4个点的利润 那么你这个4个点的利率 还要减去银行的这个利率 那他证券公司能赚钱 是不是少很多了 有些可能 我估计一个点 或者一个点都不到了 这个利率下降的这个利害 那对这些公司的这个业绩 是不是也会有大影响 所以证券公司不转的话 跟这个也有很多的关系 也有一定关系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 大家最为关注的用金 用金的话 以前是证券公司的一个 主要的一个收入来源 在刚开始的时候 证券的用金是3 这个3不是万3 是什么 万分之30 1000块钱收30块钱 那么现在多少 现在是万分之1万分之2 1万块钱收1块钱收2块钱 你想想这个幅度下降很多 所以证券公司躺的赚钱的日子 躺平日子结束了 另外一个就是有爆出啊 国外的这个投行或者说证券商 几乎都是零用金 怎么意思啊 就是他们开户啊 股票交易啊 都不用收客户的钱 客户不用怎么 不用收这个手续费 那我们的证券 如果跟国外接轨的话 把这个手续费降到零的话 那他只能立谋出路了 因为他没有钱收的话 那么他这个收入 他要养那么多人 那么他钱从哪里来 甚至有人把我们中国的证券公司 比喻为寄生虫 什么意思呢 就是以前我们证券公司 他公司的业绩主要是什么 从股民从客户手中捞的 就是从股民交易算算用金 对吧 然后在你交易以后 他也有一些其他的一些 比如说什么其他的服务 比如说分析师的一些 分析股价的一些服务 你看他把一些这个产品卖给你 你可以买这个服务 买这个服务的话 你要交服务费等等等等 反正就是在客户上面 是赚钱对不对 包括我刚才讲的用利率 对不对 用证券的利率 反正就是赚客户的钱 赚股民的钱 但跟国外有很大区别 国外是什么 国外是以投资为目的 证券公司赚钱 最关键是什么 是要靠自己去投资赚钱 就是我们说的财富管理 现在我们国内的很多券商 都在讲财富管理 但是我们的财富管理 明显跟国外是有很大差距的 不说别的 不说别的 就是我们证券的质疑业务 有多少家券商是赚钱的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证券说起来是属于正规军 但是真正的证有能力的 又有多少呢 对吧 有能力的很少 所以这个也跟我们的股市行情有关系 因为我们中国股市中长期是属于下跌的 或者说不动的 那么想在这个市场里面撞了钱是很难的 就包括证券 所谓的这些正规军 他们想在这个市场里面撞了钱也是很难的 那么那么撞不到钱 甚至还亏钱 但他要生存下去 就必须要靠什么 靠其他的一些东西来赚钱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证券有时候明明违规了 他会配合一些上市公司 减持 配合一些上市公司发战来收 来收购股民 这是没办法的 因为这种公司他不这么重 他不配合的话 他很可能自己都养不活 自己都要饿死的去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整个中国埃股市场 它就是一个中长期下跌 没有什么 没有上涨趋势 哪怕正确做自己的资金 做个财富管理 做个自宁 他也挣不得钱 是不是 这为什么跟美国有相反的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就美国的话 纳斯达克上市指数 人家中长期是属于一个上涨 是属于一个流市 所以他们的证券公司 他们的投行可以通过融资 不是说可以通过投资 来撞上去大盒的收益 所以他不需要在股民心上 里面要忙 对不对 这个才是重点 所以我们的高层一直讲 证券要什么 要并购重组 做大做强 实现业务的升级改造 说白了就是你不能靠收索 去费 不能靠服务费 不能靠什么 牛资牛选利率来存活 你应该像学习欧美一样的 你是什么 投资撞取收益 但是问题是我们这个市场 是吧 想要通过投资撞取收益 是很难很难的 这也就是一个痛点 所以 正确板块在这段时间走势 明显的是不及其的 相比起 相比起银行 正确就差了很多 大家看 银行走出了一个流逝的行情 虽然说这段时间调整 但是它整体趋势是往上走 还是上上的 这里的最关键是什么 银行的业绩稳定 我说银行业绩稳定 可能有人回忆一下 现在银行也不好挂 对吧 钱 是吧 太多了 借不出去 但起码银行 它有一些收入是什么 是比较稳定的 对不对 不说别的 就说那些买了房子的 房贷的 这个钱人家是什么 49万 对不对 还有 银行的一些其他收入 相比起证券 银行的收入更稳定 银行的业绩更好 所以它的走势 跟证券走出了一个 截然相反的走势 对证券板块 当下的情况 没有其他想法 只有一个字 是吧 等 等待存了花开 等待这个什么 等待真正的大招 我记得在2014 205年 A股为什么会存大流逝 大招就是什么 就在于南车和北车的合并 日造出了中国神车 那么现在就是什么 大权重方向的 比如说中士头的券商合并 打造出中国神券 以后把这些业务整合 还有一些机会 否则的话 真的很难 所以朋友们 证券也不是随时便便可以去买的 证券有50个票 现在 那么能够让你参与的 能够让你在低位潜伏的 我觉得不会太多 大家要注意 你像天风 还有像其他的一些票 业绩不太稳定的 出现下滑的 或者说亏损的 以及近期明显有利空的 我觉得大家还是要保持理性 保持谨慎 好 这期视频我们到这里就结束